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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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行哎 这个文道刚从印度回来啊 这个朝拜佛祖的啊 你其实你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朝拜朝拜我们中国人 那当然对吧 那当然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新警官 你可以朝拜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新警官这个漂亮啊 这个哎 导演我们看西洋西夏那个断肠人在天涯啊 不是 就是说你看西洋西夏这个景官啊 嗯 孔子瞧见孔子的背影 不是那个逆光啊 再看清楚点的 哎 你看 游客就是就是摩拜孔子吗 孔子 这个作者呀是吴维山全国政协委员 你再看下边 这个说是用了17吨的铜啊 嗯 这个 筑成这个这个孔子你再看下边 好家伙真是 蹲蹲这个这个这个大众 这个孔子造型很有意思啊 因为一般传统上的孔子造像会更瘦一点 哎 他比较呢身体比较往横发展 嗯但我觉得这个造像很难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按照传统造型让他瘦一点的话 因为天安门广场太大 嗯 放在那那整个尺寸这个scale都是不对的 所以他必须要更厚重 才压得住那个才压得住 趁得起 而且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这个象征嘛 嗯 当然这个微博上说什么都有 有些人呢 是单纯从这个艺术角度上讲 哎这个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说到底好不好 素的好不好 有人就说 说是这个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我没意见 但为什么是个蛤蟆脸 是不是有个蛤蟆 我我我我没去看过 但是引起更多的讨论是说这是什么象征 嗯 哎这个听到耶稣 当你在一个公共空间弄一个这样的像的时候 当然有两个标准去看它嘛 一个是作为艺术品 一个在政治上面 它是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一定跟权力有关系 是广义的权力 就是说它在政治上面它的意义是什么 一定两把尺的嘛 可是问题在于说 不管你用哪一把尺 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 我们都一定要问嘛 那谁来弄这个像 还有弄什么像 怎么样的弄法 那这个我不晓得 好像我的感觉 或许我看的东西不够多 好像突然来了一个像 好像说来就来 然后背后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 不管是哪个层次的 在艺术界的讨论 还是在公共行政的讨论 有没有充分的完成呢 这个我觉得 好像我在大陆的网络上面 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争论 因为天安门广场是 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地点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 在这个公共空间上面 你放什么东西 可能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公开的一个论证 讨论对不对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欠缺 不过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一点 就是说到底今天你放一个空子像出来 它代表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一个敏感的问题 就今天看100年来的中国现代史 政治上面高调尊孔的时期 大概两个时期 第一个是袁世凯 袁世凯时期很明显就是为了复辟 葫芦 那时候大家对孔子的印象 就孔子的整个学说 儒家学说就是因为帝王术背书的 对不对 那所以比如说像当年的革命党 是打倒过去一些老东西 那是袁世凯叫尊孔 第二个尊孔的人就是蒋介石 那蒋介石也很明显 就是因为这边当年60年代 大陆在搞文革嘛 甚至都打倒孔家店嘛 那台湾叫复兴中华文化 所以一个基督徒蒋介石就大谈尊孔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 它都应该有政治含义 对这个日本媒体非常高兴 大赞中国尊孔 就说是立孔子相 而且你刚才我再补充一个 康梁也尊孔 所以你看康有为曾经说 说中国之国魂者和曰孔子之教而已 中国一切文明都跟孔教相细相音 所以说梁启超说苟无孔子 则中国他们另一页过死了 反正就是说他们也是觉得孔 但是你看从胡适那个时候 他就做过一个分辨 说孔子这个人和孔教又分别 当时五四的时候他们说打的是孔孔家店 是这个教 甚至有人说 说你这个孔子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到宋明理学的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变化 再早像什么汉朝董仲书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历朝历代 他都在写取孔子当中的某一面为我所用 对不对 你说孔子当然可以争论 甚至你说康有为说孔教 他的定义什么叫孔教的教宗教 他可能他写文章也说过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概念 跟西方不一样的 所以康有为所说的孔教 可能也不一定是说把他作为一个偶像的崇拜 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神 可是话说回来 不管我们怎么来看孔子 我们还是要说回最原先说的 在一个那么重要的公共空间 立一个什么像 他背后的整个过程 在欧洲 在维也纳什么地方 你到底立谁呢 我们说贝多芬也好 莫泽特也好 谁谁谁的像在那边 完全要充分讨论 甚至那个艺术品 还要经过公开的比拼来招标 来比赛等等 而不是说我们感觉从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指令 我们就立吧 然后谁来立谁来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很好奇 你注意他具体的这个位置 他还不是天安门广场 他历史博物馆 多么中间的位置 他是历史博物馆就是向北的 所以这次有人说孔子怎么面北贝南 他实际上是历史博物馆的这一侧 他不是面向着天安门广场的那一侧 说原来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物有谁 有毛泽东 有孙中山 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对吧 但是你刚才还讲到欧洲 我总觉得就是 你看像是在法国街头 或者在哪个街头 我总觉得有个什么像都特别自然 很奇怪 你看你比如说拿破仑 拿破仑是要当皇帝的 对吗 那么后来法国人大革命 他打倒这个当皇帝 但是这并不妨碍 他也不会拆毁了 推倒了拿破仑的像 甚至是路易十几的这个像 法国人都留着 因为这是艺术品 对吧 这就一直留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在欧洲有个像 我们觉得自然呢 因为走到像前面的人做一些什么动作 就让我们感觉他自然或是说不自然 所以我刚看到那个照片 我就有点不自然 本来有个像在那边倒也无所谓了 突然一群人跑过去鞠躬 把屁股翘起来鞠躬等等 我觉得说立像是一回事 去看那个像的人对着那个像做什么 他跟那个像的关系怎么样 那嘉惠博士我跟你有不同意见 那马英九也做这个动作 他台湾年年祭孔 那也是烧相拜 但那是妙 那是孔妙 他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 而且他很清楚告诉你说 每年这个时候在这个特定的空间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立了一个像 谁跑过去经过 突然来来来来举个弓扣个头 像个像这样 我觉得这种令大家可能少为感觉不安 不舒服不自然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这个要看将来日后 过了几个月几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比如说像欧洲也有很多像 你到今天还能看到有人去献花 也是很恭敬 对 但与此同时在那个像旁边 这一边有人献花很恭敬 旁边有一对情侣挨着这个像的基底 在那吃冰淇淋啊 谈情说爱对不对 这都有 所以说将来这个孔子像旁边 大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中国人会怎么对待 这种陌生的一个像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 就是为什么日本媒体赞 或者是很多国外媒体也注意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共和国过去几十年里面 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是否定孔子的 你这说到轴上 对吧 现在忽然间这几年 我们是看到孔子是全面回归 我们在海外派驻的文化机构 叫孔子学院 然后奥运上面把孔子抬出来 那么包括今天讲和谐 都要往回溯 要从孔子那开始谈起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简单的地方 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过去几十年 否定孔子那段历史 所以你讲的这个我就觉得 我在看见有一个微博 因为你们两位 还都不是在大陆长大的 我看到这段微博 我特别有同感 就是说这个孔子像立不立 我并没有意见 但是确实让我感慨 你看这个微博上讲 就是迎风独立的孔子 他是出没于我被童年漫画书里 吓坏小孩的骷髅头吗 是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万只脚的孔秋吗 我小时候的小儿说都这样 就打倒孔子吗 就是骷髅头吗 就是要踏上一万 工农兵要踩碎他脑袋的孔老二 这是五四运动要砸烂的孔家店的孔小二吗 是董仲书成疑珠希狂粉的超级无敌大明星吗 这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尊孔的 是缺了他中华民族就瞎了眼 万古如长叶的那个圣人吗 说孔子被重新上岗再就业 就是让人顿生一些感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那就像你说的一样 我们很多人童年都经历过那个把它看成是孔老二的年代 那那个年代其实过去的并不远 那你今天我们把孔子全面拿出来 你不能够没有一个说法 你不能够就好像说就假装过去不存在 没事发生一样 你必须要有个解释说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过去做错了走错了 还是说我们从过去原来我们也没错 但现在拿孔子出来也还对 你总得把它说通了说全了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把孔遵孔啊 我们必须承认的确成为今天中国的一个新的道德资源 但你这个东西跟共产党过去数十年的一贯的某种信念 也许是有冲突的 你必须要把它给说起来 这让我想起来我们的共同朋友像甘阳 他不是老讲通三统吗 他讲那个通三统就包括了什么呢 比如说共和国革命以来的和平等的传统对不对 然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的传统 还有中国千年文明的这个传统 就有点儒学孔教这个意思 我常常批评甘阳的一点就在这三统 你说是三统能打通 但怎么个通法呢 我从来没看他好好说过 现在的问题也在这 就是过去这个革命传统 跟你现在重新树立的孔子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要把它接起来才行 他是不是闻到了一时说 因为以前共和国一段时间 很多人也被说这是不好的 种种的标签贴在头上 后来就平反了嘛 人可以平反孔子也可以平反 要不要发一张平反证明书 对那你平反就必须认为过去走错了 那你就要必须明确的说过去批判孔老二 太过分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种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那不就太现实了吗 你现在很多人说孔子是回归 而且是不是说 比如说当年我们对于历史也有反思 也有反思 只不过可能不像你说的那样 是那么样的重量级的 但是我是觉得比如说现在人们感觉到好像精神空虚 信念的这种失落 翻回头来讲 其实对于你们学者 孔子有很多面貌 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 你要说孔子 他基本上我们想的还是忠信仁义这一套 四为八得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否认的 对吗 就是说交朋友 你现在看你说你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你也就是这个人忠不忠信不信 人不人义不义 那这个东西是 OK那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问题就更大 为什么呢 假如说我们都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讲孔子的 其中背景就像你讲的 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崩溃 对不对社会溃散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重新找一个道德的力量 很好很对 找孔子很自然很正确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这一回重新把孔子拿出来 这个态度不能苟且 如果我们的态度就是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我们等于是在用一个很功利的态度 来处理价值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如果要处理价值问题 那就是很道德上严肃的来看待价值问题 没有 我闻到假如他这样说 我们现在重新来尊重孔子 其实已经不用说清楚了 不说清楚也等于说清楚了 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好 等于是说价值上面我们认定了 我们不需要道歉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行动尊重孔子 已经暗示了我们以前有一段是走歪了路 可能整个运作逻辑是这样 而且还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你说孔子他就讲道德怎么样 我们需要他 那我可以坚定的站在一个共产党员 或者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 难道共产党不讲道德吗 大家不要忘记 以前共产党员的道德教育是怎么样 对不对老一辈革命家 他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年代以来 我们晓得无神论 那无神论的情况下 怎么样保证道德是有一套的 那你现在是不是说那一套不行了呢 孔子也不是有神论的 孔子不是 孔子不语若怪没错 没错 我讲的是说共产党自有一套 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跟他的规范来源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什么呢 文化DNA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民族 他有他的一个文化DNA 几千年的一个谱 一个谱系下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 他还有一种 也有些人讲比如说 他是历史博物馆 你知道吗 历史博物馆 就是说你是不是把这事儿聊得太大了 因为他就是历史博物馆 他前头那块地方比较空旷 那么他需要有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很自然的选得了孔子 很多人没有什么争议 因为你不能说孔子他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包括在全世界 对吧 全世界局势公认 我赞成 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事儿 也用不着那么上钢上下 没有人家感觉不安 文韬你刚说文化DNA 假如说到这里 我们都不要忘记 在中国人的文化DNA里面 不只有孔子 现在我这几年比较不舒服 在于说你尊重孔子 跟独尊孔子是两回事 现在学院叫孔子学院 到处就是孔子这个孔子电影 快要有孔子啤酒孔子什么都来了 到底背后真的那么自然 当你讲文化DNA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炉跟盗还有老庄了 所以今天讲和谐 我明白了 我听你们刚才这么说 我理解 我跟你讲 现在不是独尊的时代 现在讲究多元化 你讲的那种 比如说哪怕一个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 这个依然在讲 对吧 他这个共产党员内部 依然在讲这些党的纪律 但是这个社会文化 他也有孔子 甚至这个余丹还讲庄子 对吧 咱们现在都能够允许 各种各样的这种价值观 甚至包括古代的所谓圣贤之学 并行于世 这不是比当年独尊一个什么 不准其他东西存在的时候 已经好得多了吗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孔子啊 这个跟中国人的关系啊 几千年来就是这么简不清理还乱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他跟咱们就这么有缘呢 因为我觉得孔子 特别很多的学说 其中一个我觉得最能够清静的五轮 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出生 什么兄弟姐妹夫妻等等 这个完全 它完全是孔子人学里面的核心 我觉得这种就是在你刚说到文化DNA 那个最容易清静的 清静之后怎么来理解 就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还是要说回来老庄的问题 所以你刚说强调说很自然嘛 弄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 我真的还是很怀疑 这个所谓很自然这种概念 我假如给我做主的话 很自然我想到老庄嘛 甚至我很自然想到弄一个梁子也可以啊 梁文道梁子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 有个年轻人的微博就说说立了孔子 还应该立老子和庄子 是孔子就是庄孙子 其实你还可以这样子吗 就比如说历史博物馆前门放孔子 后门放老庄 这个叫做进则是退则硬 真的这个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我在想还是就是说你假如我们现在 要认真的看待孔子了 把孔子拿出来的话 我们要小心的 就孔子他的就像你刚才太复杂了 他跟中国关系太复杂了 孔子开代表的儒学也太复杂了 这过去我们一讲到孔子 讲到儒学讲到儒教 想到的是他的保守面 他对现存秩序的某种的肯定 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 他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面向 比如说当年孔子 他出来开始教学的时候 正好是在他看来是天下大坏的时候 是他要重建秩序的一个人 所以当然我们会说他叫维护秩序 可是另外儒学也有很刚猛 刚烈批判的一面 对不对 不要忘记中国第一个为革命这回事 殿下理论基础的是孟子 对不对 君无道 你把他砍下来替换他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就算是董仲书 董仲书那个时候也很巧妙 你说董仲书好像把这个东西献上去 皇上说好像帮助治国 你不要忘记他这番话是一体两面 他另一面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皇帝在你之上 还有比你更高的权威 对不对 天嘛 所以你将来皇帝是天的儿子 对 要秉承天命 所以你看以前皇帝出了什么特大天灾 百年一遇那些东西 首先坠己 对不对 和行不端 导致天下来个坠己造大灾 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来这道 比如我审出了什么事 审委书军出来坠己 这个就涉及到对于古代经典的态度 你像前一阵说三字经 什么山东教育厅 就是说有些糟糕的东西要删改 但其实呢 要在马来的洪山 让我们一起来